一起创业干了一个炒饭店 品牌 炒饭店 对 品牌叫皮皮炒饭 就是用我们小孩的名字 取小名取的 现在已经有40多家门店 生意还挺好的 我只想问一年挣多少 干了三年 杭州买了房买了车了吧 而且还 买在哪个区 就是夏沙 面积有多大 一百多 一百多 买了什么车 爱立生 爱立生 这么一算下来的话 这套房子大概在夏沙 一百多平方米 应该是在五六百万 这都是你们俩 两口子靠炒饭挣出来 开炒饭店第一家店 而且还是借的钱 借的钱也还了 借了五十万 曾经负债最高达到了多少 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 还完了 有三年时间 我老公陪我一起住过来了 还买了房买了车 对 这可以啊 来 我们今天的故事从哪说起 从我家里说起吧 好 你说吧 因为我家曾经在当地算是 数一数二的家庭 我是这家农村 开吃啊 吃什么用什么 开什么车啊 是怎样的 零花钱的话 基本上一天口袋里都一两三千吧 是二十年前啊 而且还有司机 配有司机的 开啥车 那时候我是我家里也是就一辆商务车 我爸后来准备说给我买一辆法拉利 不是出事情了吗 后来我有一个叔叔跟我爸爸比较要好的 说你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你要想好了 第一条路是让认下你父亲的资产也认下他的负债 但是你要想好目前他的资产跟负债是不成正比的 你如果还不完你这一辈子都是黑户 你没有出投资 如果你不承担这个债务 从道德角度上讲负债需要止还 从法律角度上我想是不需要的 那年你多大 我二十二岁 这好难权衡 我叔叔说让我考虑几天这个事情比较大 让我想清楚了再做决定 我二话没犹豫 我说不需要考虑 认下你钱 那你又不懂经营 我不怕 我觉得任何困难只要心中那两灯不灭 总会有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必须要秉承我父亲做人做事的优良传统 我父亲一直跟我说 钱没了可以再赚 但是人的信用名声没了 一辈子赚不来 没有好心人帮你吗 有 这一路走来 我非常感谢我们市委市政府 他当时给我派了十个工作组来帮扶 有当地的农业局的书记 还有复联的主席 还有公安局的局长 还有街道的主任 很多一共有十个帮扶工作组入住在我们企业 连工资都是政府发的 所以我特别感恩 还有就是曾经的追求者非常非常的多 当我爸一走了之后 我的这个事情出现之后 跑了一个不胜 就剩我老公 他也是曾经是追求者之一 而且是我最看不上的一个 人生就是这样 命运像一个耳光 啪的打在你脸上 以前瞧不起我爸 对 我追了我老婆有三四年初中的时候 就已经暗恋她了 你的同行者有多少 你的情敌有多少 具体多少的话我也数不过来了 数不过来 那段时间到底难到了什么程度 你刚才说有人打你母亲 还有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 我其中有个债权人 他就说 你今天晚上七点你哥你哥 到我家来不许带任何人 我们把你爸的这个债权的事情捋一捋 我说好的 但是我去之前我就在想 我就感觉肯定会出状况 那时候我就带了两个手机 一个手机放外面口袋 我怕他们会收声 另外带了个手机 竟已经关机了 塞在内裤里面带进去的 后来确实被我猜中了 我跟我哥两个的手机都被搅了 他当时是欠他是41万块钱 绑架你们 不叫绑架吧 就是 禁闭 禁闭 他后来跟我说 你爸爸欠我41万 你最起码再多打18万签条给他 这事情就过了 我说我不会签这个字 我只认我父亲的本签 结果就打我了 我哥就跳出来保护我了 他就说你们不要打我妹妹 这个字我签 我哥就拿着那个笔 跟纸就签那个线条 当他写那个字的时候 我激动了 我夺过他的笔跟纸 我就把那个笔 折成两段 把纸就扔到一旁 我就跟我哥说一句话 我说哥 今天你如果把这个字条 给写上去 不是他们打死我 我自己撞死在这里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打我了 他说你敢这样 你是不是你 你信不信你别想回去 我说陈家人有骨气 我爸虽然走了 他的骨气永远在 我说不受危险 要不你把我打死 用我使人的字 去签这个字条 我没办法 因为我死了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绝对不会签这个字 后来我就说我要上洗手间 我知道这样下去 肯定出问题嘛 后来去洗手间 我锁上门之后 我就打了个电话 打给谁 我们当地 一个家和矿业集团的老纵 叫叶剑和 后来我打给他 我说叶叔叔 我现在遇到困难 我说你能不能帮帮我 后来我走出洗手间的时候 我就听到 叶叔叔给他打电话 他说 陈契娥的女儿 在不在你这里 他说我要求你 立刻马上放她回家 你是不是打她了 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我想要保护的人 所以要感动他 你们试试看 我相信这些人 在你父亲在世的时候 应该对他也是很尊重 叶叔叔他是 不仅仅是这方面帮了我 而且我银行贷款700多万到期 没有一个人愿意借我钱 都是他无条件借我 没有收过我一分利息钱 仗义 我相信是 我一直不想要保护 你是不是 我应该帮我 这么多年 你真的要让我 你我死定了 你是不是 你懂得把你 我只不想要保护 你我自己的 你别人 那你一定会 但是我怕你 你不想要保护 你不想要保护 你不要保护 你不想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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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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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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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吧 戒严 现在已经戒了好几年了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生活习惯上不适应 因为我婆婆是非常节省的性格 这个工作比较忙嘛 她就会偷懒 想着一天多做点菜 多做点饭 吃个好几顿或吃个两天 那我就非常不喜欢这种生活 你再怎么气 再怎么愤怒 估计也不敢跟她分手 对 因为我觉得 你怕别人说你忘恩负义 对 忘恩负义 过河猜桥 没良心 所以说我就心里 当时又很生气 拆了就拆了呗 做不出 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是她不努力吗 我就逼她嘛 你咋逼她 天天逼她 就是说她跟朋友去打游戏 就骂她呀 把她的电脑给先拔掉呀 你骂她是用什么方言 老家话嘛 老家是哪里 龙泉 龙泉话骂她怎么骂 你骂什么 你是哪个人呢 今天那种骂牛舌 你骂我骂掉吧 都拿成长大区里我爹黑了 你骂个丢戒吧 你骂个丢戒吧 你骂个丢戒 骂个丢戒 骂个丢戒 她也是龙泉人吗 对 都在浙江 对 我就会打击她 我说家里这种情况了啊 你孩子玩游戏 不求善进了 很火 她刚才教训你那样 特别像你妈 她的脾气的话 确实有点爆的 那骂你有用吗 刚开始的话 还是觉得很反感的 觉得她管得太多了 对吧 我跟朋友去玩会游戏啊 跟朋友啊 那不是你招来的吗 你追人家三年 后来发现自己的话 这样确实是不对 自己选择的路 跪着也要走完 你怕失去她吗 怕 我心里是很爱她的 她是我的初恋嘛 她什么时候做出改变 怎么改 做淘宝嘛 后来赚了一点钱 她做淘宝 对 卖龙泉宝剑 当时也做到淘宝 首页第一页第一名 推荐页 对 所以说还可以的 那两个月时间 她就赚了 买房子首付的三分之二的钱 这人不逼还出不来 对 赚了钱之后 我就想趁热打铁 再逼她一把 我就说我们去买房吧 我说这点钱不够啊 最起码还要少五六万 我说你去借吧 你是不是被别人逼债 逼上瘾了 没有啊 觉得逼这个能够开发人的钱力 因为我知道他身边没有人愿意借他钱 哦 然后他借到了吗 借不到 没借到 他回来痛哭了 借不到钱还哭啊 那时候觉得自己的话 没有借到 心里很难受 一个人都不愿意借给你啊 那时候可能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 因为经常玩游戏 惩迷于网吧 比较狼散 哦 然后没有责任心 人家觉得你还不起 没有当当吧 他哭起来是无声的流泪 还是嚎啕大哭 他在房间里关了门嚎啕大哭 哦 所以你看到他哭 你啥感受 说实在话 有一点心疼 有点心疼 但是我觉得 机会来了 我就说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让你去借吗 我说我早知道你就借不来 哦 你够狠 我说我就得让你清楚地记得今天 那种痛 别人不见你现在痛 我说不是让你恨他们 是让你知道你自己 多么让别人觉得 你是服不起的阿董 那个话对他有作用吗 有作用 他刺激到他了 刺激到了吗 对 自尊心被刺激到了 哎呦 那个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话特敞亮 你要努力 你要上进 你千万不能放弃 到自己身上就哭 所以呢 就做炒饭是吧 嗯 做炒饭是这样子的 因为 我们不是生了小孩了吗 小 我们家皮皮出生了 我有一天 我有个闺蜜 就来敲我家的门 她说 金金 你今天哪里也不要去 这家等我 我来你家坐一下 我说啥事啊 她说你听 你说不等我 我们以后闺蜜就不要 不要不做朋友了 我的天哪 这闺蜜也太吓人了 对 后来我就哪也没去 就在家等她 她说你婚也结了 孩子也生了 你现在在家 都当家庭祖父了吗 你不是那公司还开着吗 没有 公司重组了 就不是我管你的吗 就交给 得因为你把公司卖了 对 还得债 对 我闺蜜就说 你就准备做家庭祖父了吗 人生导师来了 这也是个人生导师 我没说话 她说你想不想创业 我说想 她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去创业 前几年我都没说你 因为你没生小孩嘛 你现在孩子也生了 干嘛不去 这闺蜜可以 对 没有她就也没有我批批 后来我说我想创业 她说那是什么原因 没钱吗 我说对 没创业本钱 后来我闺蜜就说 如果是钱的问题 她帮我解决 她说三十万不够 五十万 五十万不够 一百万 让我去找一百万以内的项目的 去创业 你这种闺蜜还有吗 她这样一说 就把我心里那把火一个点亮了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我就在想 她睡得好 她被我弄得也没睡好 因为我打她主意来的 她又借不到钱 但她有房子 因为我怕我闺蜜这么信任 我把钱借我 万一我亏了 我用什么东西还给她们 对 还债还怕 因为我不能对不起别人 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老公 我说万一亏了怎么办 但是我老公 真的她就说 真的亏了 你看我们住的这个房子 可以提钱 这房子是她的 对她做淘宝状的 后来变好 变乖了吗 谁变乖了 我变乖了呀 你本来就很乖啊 原先的话很郎撒 没有当当 也不是进去吧 后来的话 因为那个借钱那件事的 之后的话 也就学着 想要去赚钱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要学会成长 所以说就学着去 怎么去做淘宝 学习 晚上的话 半夜都是一两点钟 才去做这本事 能把淘宝做到 同类别的敌意 也确实挺难 到后来 我们的 就去了杭州 我本来想干服装 或者是干餐饮 两个阵阵在矛盾的 后来想想自己 不是那种就是很洋气的类型的 怕一个绑不对 两个绑不对 就回老家了 后来想想就干餐饮吧 他现金流 没有赦账 没有三脚债 那怎么会想着做炒饭呢 因为在怀孕之间 我只学会了炒饭 你自己炒 不是请厨子 对 他炒饭好吃 好吃 我很喜欢吃 他家人支持你做炒饭吗 干炒饭 干了多久才有起色 三个月时间 我就在那边 就 接下来有什么话 对你亲爱的老公说 来 谢谢你来了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以前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我给我资过一条围巾 从此以后 也没有资过 也没买过 谢谢老婆 还有一个礼物 对 我原意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 跟我老公说过谢谢